嗨,这里是猫腻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 开放较劲,带来了西方的输入 对道光皇帝来说,南京条约是莫大的耻辱 此前的清朝皇帝还没有在战败的情况下跟对手签订过这样的条约 所以道光帝觉得这种事落到自己的头上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 说良心话,在当时的帝制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 只有皇帝一个人是有自主性的人 可以说,这个国家唯一需要担当责任的就是一个皇帝 其他人都不需要有什么责任心 起码从法理上讲是这样的 除非你有额外的精神,就是想治国平天下 但前面讲过,清朝恰恰恰又是一个皇帝不让士大夫胸怀 治国平天下之雄心的朝代 所以,士大夫既没有多少的自主性,也缺乏积极性 这样,全国只有一个皇帝要对国家大事负责 所以他确实是很难受的 但尽管他很难受,却并没有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 在签订这个条约时,其实道光帝只是想尽快地把事情解决掉 无论是赔钱也好,隔让香港也好,无口通伤也罢 他只希望把这件麻烦事赶快解决掉 包括后来严重损害中国司法独立 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非常屈辱的领事裁判权 也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违法时 中国将对其审理的权利让渡给外国领事 这个条款其实是中国人拱手相让的 之前由十三行管理外商的时候 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究竟由谁审理 按哪国法律审理的问题 一直没能解决 中国人不胜侵扰 最后,中国人让外国人自己处理算了 我们不管了 后来外国人也说 中国不是个法治国家 因此,外国人不会将在中国犯了罪的外国人 交给中国法官审理 这种事情一般是由外国的领事负责 外国领事在此时就相当于法官了 到最后,反而是外国领事主持的法庭 基本就是由领事说了算 进入二十世纪后 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法律 无法制裁在华违法的外国人时 感觉非常痛心 但一开始 这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送出的 外国人根本没提这件事 不过,既然你送了 人家也就向那了 中英南京条约没有规定开放较劲 但是,里面有一项关键条款 英国人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 鸦片战争是他打的 但在打完仗以后 他觉得其他的列强也有可能跟中国打仗 所以,在南京条约中的附件中 有一项利益均沾的条款 其中规定 大清帝国以后 跟其他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 其效力应对所有的西方世界有用 别国打了仗 占了便宜 他也跟着沾光 之后 法国、美国就跟着来了 法国当时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 也就是说 他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 在中法黄埔条约中 对比南京条约多了一项条款 就是开放较劲 这个条款是很重要的 以前中国也曾对西方天主教开放过 后来因为礼仪之争断绝了 到雍正时期就彻底禁教了 这一次又开了 开放较劲以后 事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法国人的意图只是开放天主教 虽然新教其实早就进来了 但也通过条约得到了正式的地位 天主教的传入 在中国引起过很多纠纷 天主教主要在农村传播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 很多的教案都是他引起的 在乡村引起过很多很大的纠纷 总是生出一些群体性事件来 新教在传播中虽然引起的纠纷不多 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十分重大 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诱因之一 就是新教的传入 后来中国的变革 从自强运动 洋务运动 到务虚维新 甚至到民国后的军阀时期 很多都跟新教有关 真正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 基本都是新教的传教士 这很有意思 还有一项万国公报这样 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 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也就是说开放较劲 其实也就是开了一个后门 借着这个后门 西方思想借着传教士的力量 再次输入进来 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是要靠信息的输入 而不是枪炮 枪炮只是一个银子 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 其实还主要的靠信息息的输入 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 就是新教 所以说 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 可能长期都被低估了